耶,哈囉大家好,我是聖宏 然後,上萬草兩個講者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一個,不知道講什麼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聽聽我的故事 就是,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因為我自己的話本身是 欸,這樣照片好醜 對,就是我的那個拆頭是下跨領域11生 但是我剛發現在座大家好像都比我更加的跨領域 而且經驗比較豐富 所以,就是其實我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問我 然後,這個的話是我本人 然後還有我從就是大學的時期所待過的時期公司 然後我就是很隨心的放了logo上去 對,然後呢,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自己的話,大學的時候是就讀那個政治大學外交學習 那我自己待過的時期單位的話 有廣播電台還有就是,這三個是一起的 所以他是那個天氣發野的燒肉的那個現場DJ 對,然後 這邊的話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大概為什麼會在這些時期單位待過 因為像我就讀的是外交系 可是其實我自己就是,就像剛剛那個第一位講者說的 就是,有的人在大一大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對,我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是去每一個時期單位看看好了 那第一個的話是,就是政大之聲的實際廣播電台 那我在裡面擔任的是,就是電台節目主持人 那以及就是新聞記者的部分 對,然後也是因為我在這邊實習的經驗呢 所以,他讓我就是之後可以有一個產學合作的機會 然後到了這個天氣系列的這個餐廳當現場DJ 那我在裡面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呃,現場活動的支援 然後以及就是播歌,就是大家點歌的話我就可以幫他們播歌 然後帶一些活動,對 然後,呃,接下來的話我是去了那個 真的是有點亂耶,但大家就看看就好吧 反正也是,有點像那個兄弟兄弟上的球衣 把logo都放上去,對 然後呢,我自己有,本身有去過那個世界設計大展 因為我自己對設計這方面也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是報名了那個世界設計大展的導覽 那也是因為這個導覽的關係呢 所以,還有我自己本身也去過的那個華山園區 大家應該都去過 就是在那邊當假日的導覽 對,那也是因為這些經驗呢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學面講話的方式 都是在這些實習的時候所培育到的 對,那我自己本身呢 呃,大三的時候我去了那個華碩電腦 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大家很熱衷於找實習的話 就是科技實習三大龍頭就是那個 嗯,華碩微軟ITEL 就是,對,大家都會找這個地方實習 那我本身是三天都有報 但是後來因為華碩的結果公布比較快 所以我就去了華碩 那這邊的話,我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華碩這邊的經驗是 呃,因為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有去過 剛剛那個科技三大龍頭實習過 啊,那我就不能講壞話了 沒有,所以我自己在華碩實習的時候 就是被分在那個業務組 所以業務組其實他們不太會給那個實習生太多的事情做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是把實習生當成一個 有點像業務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在那邊實習的時候 就是他們就是比方會有活動才會叫我們去支援 那支援的時候就是會跟我們說要當產品介紹 但是其實他沒有給我們任何的事前的產品訓練 所以其實產品呢,我們都要自己去找 那這個時候呢,就是其實實習生們之間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概有四五十個實習生 但是後來大家其實都有一點散 最後剩下一二十個人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二十個人就在想說 可是再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來這邊實習不就是白來的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自己想說 OK,那我們自己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讓就是公司看到我們 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自己獨立的發起了一個 我們要寫產品寶典 然後我們就,我們十幾個人就開始分工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大家都來自各種不同的科系 就有的像我自己來自外交系 然後那時候有氣管系 有什麼機械系 然後我們就開始把自己的專長分工之後 就開始變寶典,變寶典 然後我們永遠搶在就是公司的產品 一發布之後我們就寫出那個產品寶典 然後我們就傳下去 讓就是之後實習生也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也跟公司說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實習生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就是希望公司可以就是給我們更多的機會 那在裡面的話呢,其實我蠻想跟大家分享的 有一點是 就是大家可能也都去很多地方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大家抱持的心態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去這個實習公司的心態 像待過這些公司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在這個公司你可以 你不要只做大家派給你的事情 其實你自己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是 你要想的是你自己可以為這個公司做什麼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就是多發掘到什麼 因為像我自己在華碩這邊的話是 除了他原本就是分給我們極少的工作量之外呢 我自己也有積極的去爭取 像把他們做網站英文翻譯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像如果大家有去看 他有一個國外得獎的網站的話 那個英文翻譯當初就是我翻的 就是自己去多找一些事情做 對,就是我覺得在實習當中比較 對啊,好,就是比較難能可貴的 天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講什麼 對,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其實比較隨性的這樣子講 那我不知道大家想要比較聽到的是什麼 然後我自己的話在去年的暑假 有跟嘉儀一起去那個活動通實習 對,那活動通的話 這邊在座有人聽過活動通嗎 原來他這麼有名 好,反正 反正他主要就是一個那個搬活動的平台 然後當初我跟嘉儀去申請的時候 我是放在那個就是公關組 然後嘉儀是平台組的部分 對,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來找我們 就是聊一下這個活動通的實習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的實習的話 我現在目前認知的公司是那個 就是愛德曼公關,對 那在這個公關公司呢 其實我覺得學習到蠻多的 如果現在大家就是 對,有興趣想要交公關產業的話 之後也可以來問我 那我基本上呢 Lilycoco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在我大學做過的事情 但相信現場大家應該很多人做的比我還多 那我比較想跟大家談的是 為什麼跨領域這個部分 大家聽到跨領域 大家會想說什麼跟什麼啊 就像剛剛那個講者說的 就是 就是你,就什麼事情都想做 但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但我自己秉持著一個跨領域的概念是 就是 其實跨領域是一個很妙的東西 也是現在大家就是 蠻流行會談的範圍 所以像現在大家不是都在封創業吧 但是其實 嗯 因為我自己之前看過一個文章 我覺得他講的蠻好的 就是 關於創業這件事情呢 就是 我覺得跨領域現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你不能只懂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只專注在 就是 專注做一件事情的話呢 其實你在 如果你想要創業的話呢 其實你會很麻煩 因為 就是 如果你樣樣事情都懂的話 你就可以樣樣事情都自己 就是學著做 你就不用再就是依賴大家 那比方說像剛剛前一位講者也有說到的 就是我本身是機械系的 那我 就是本身可以有一些商學院背景的話 其實我自己可以 就是 多關注到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也可以有多很多的發展 那這是我自己對跨領域的 就是 這個詮釋的部分 那我自己呢 為什麼 嗯 其實我自己先從 就是電台工作開始做起 然後做到就是 嗯 後來的實習式 就是我曾經在雜誌社做過 然後也曾經 就是有做過這個電子產業 那其實對我現在的公關 因為我之前在 我現在在那個 愛德邦公關的話 我之前待的是那個 數位媒體組 就是專門做Facebook營運的部分 那那個時候我的廠商是 嗯 Spotif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還有那個 ASMLO就是 埃斯摩爾的半導體公司 那其實我自己進去的時候 就是對這個產業真的是 就是 嗯 比較得心應手的部分 是因為我自己之前就是有待過 就是實習電台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自己做Spotify的時候 那時候幫他們做一些 線上活動的發想 就是 比較得心應手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比其他可能一開始接觸的人 更了解音樂產業這個部分 那像做埃斯摩爾的部分的話 雖然它本身是半導體產業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在電腦公司實習過 所以其實 做起來的話 都會比其他人更熟悉 那像就是 大家講到一些比較難的部分 什麼CPU什麼的 就是 Yeah 就是我可以比較 快速的了解這個部分 對 天哪好緊張我講的很亂 我就是一個講話很亂的人 沒有像前衛那麼有條理 對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很亂的話也 對 然後呢 我自己本身對於跨領域這件事情的想法 就是 對 就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因為像我自己其實做那麼多 很亂很亂的東西 但是 我自己秉持的一個中心概念是 就是我要在這個事情當中 我要學習到什麼 就是我會問自己 就是我做那麼多事情 但是我每一件事情 我都要從這裡面得到什麼 我最後都會問自己 那我自己做了這個事情之後 得到的是什麼 不然的話就是 像 比方說做那麼亂的工作好了 那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得到 但是可能有的人專注做一件事情 他卻是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往上升 對 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反正就是我覺得大家要知道自己什麼 那我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就是為什麼 從 同時間就是 做了那麼多的 的實習工作 大家好像都做得比我多耶 怎麼辦 好啦 那我自己就小小的分享了一下 我時間管理的一個小秘訣 那 其實我自己會有整理這個時間小 時間管理小秘訣 是因為我自己在公關公司的 這個實習的經驗 因為 就是我現在本身 除了在艾德曼公關之外 我自己就是 空閒的時間 我也在Uber擔任那個 就是實習的工作 對對對 那 那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的時間 一天都只有24小時 那如何 就是 對 可以做到最多的事情 把你的事情做到最大化 那我自己是會幫自己列一個輕重還擊的 就是 list 就是哪些事情最重要的 你就是先 先做 然後有些事情比較不重要的 你就是之後再做 但好像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好啦跳過 然後這個再來是七十二十十的原則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好像大家都聽過了 對 然後反正呢就是 我覺得 大家就是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要抓到自己的tempo 然後隨時給自己20%的彈性 不要就是 把那個時間都用完 那預備時間的話是 就是 怎麼講 就是大家要留一些時間 給自己 就是比方說我今天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是 預估我自己可以做 呃 這件事情三個小時內可以做完 但是請幫自己多過一個小時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什麼事情會發生 You never know 對 然後 再來是就是隨時思考 找對方法隨時想怎樣 讓自己的 就是下一次更進步 呃 比方說你這一次花了 這件事情花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自己是回去都會思考說 為什麼我這件事情會花那麼久的時間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再更進步 然後下次說不定我可以在20分鐘之間做完 那就是可以讓自己的時間更快速 那再來是就是 呃 我自己覺得雖然說人的極限是無窮大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給自己的規劃是 就是呃 大一的時候先在學校裡面做事就好 然後大二的時候再去校外實習 但是後來發現就是實習其實 對 你的極限不是這樣 你可以更快 因為那時候大一的時候 就已經就是去校外面實習了 但是呢 就像剛剛第一位講者有講到的就是 如果你這個事情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不要自己接太多事情 因為你有可能就是接了太多事情 然後造作被這些事情淹死 對 然後最後是零碎時間也要用 就是盡全力做 是做到你會崩潰大海的那一種 就是比方說像 呃 我要講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可以同學兼職這些事情的話呢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在大公社零碎時間啊 你可能要回個信啊 回個email那你就可以立刻 就是用這個零碎的時間 把這些事雜事做完 這樣你就會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對 然後 我接下來是講的是 我在這些實習單位裡面學到了什麼 就是 呃 其實我做這些實習工作的時候呢 很大的一點是 其實他們都是穿著工作量還蠻大的工作 那我自己得到的一個感想是就是 因為大家可能實習的時候很愛抱怨老闆吧 但我覺得其實與其你抱怨你不如想想 為什麼老闆會抱怨你 那他其實願意給你事情做 是因為他看得起你 對 但是你在做老闆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要做一個沒有想法的傀儡 就是你 呃 就是實習工作你不要覺得自己很低位 你可以自己提出你自己的想法跟老闆說 這樣老闆也會覺得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對 好 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很愛看電影 所以我在後面放一些電影圖 對 然後這次穿著Prada惡魔 我覺得如果大家就是有實習工作的話 可以看一下 對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講到蠻多不錯的概念 然後 呃 他裡面說 反正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因為抱怨啦 就是凡事換個事情角度想 然後想想你來這裡實習大學希望得到什麼 對 好 然後這個 就是我自己說 我覺得他很像那個電影 就是我介紹了這個人 就是他叫周全 他是不在鼻眼的 但不是我只是想說就是 就是大家呢 在實習工作的時候 就是凡事都要想得深想得廣 就是 就是這四個重點是我覺得實習的時候 大家可以 可以滿注意的就是一個太多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 就是看著你 那實習工作其實滿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累積你的人脈存折 然後不論是你當時的上司同事 或者是一起工作的夥伴 說不定之後都是你未來的助理 對 那凡事就是想得周全 就是你要預備一個Plan B 就是 是我在公關公司的時候 就是 呃 比方說老闆丟工作給你的時候 你都要先他一步想到什麼 這樣子老闆其實會比較重用你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這是我自己學習到幾句話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主要我只是想講的是 就是我想要引到一個那種 你知道 很像很多話的感覺 但其實就走幾句話 哈哈 然後關注世界的脈動 是我這邊想要講的 就是 會是關注自己 關注這個世界 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的七十二十十的原則 這樣子你才可以 就是有更多的時間去 知道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對對 好 然後這個是 為什麼會放這頁PT呢 是因為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 你自己要做的是什麼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原本其實想做的事情是 你知道這些很虛話的產業 但卻不知道我現在做的這個 對 公關工作 就是我一直 因為我以前就在台灣做辦公室 但我現在就是一直在辦公室裡面 修改那個 Proposal 之類的something 對 然後這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句名言 分享給大家 就是 他說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a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就是大家不要害怕未來有什麼危險 對 然後跟著自己的節奏 還是直接一起舞動吧 Yeah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講了什麼 但就是跟大家這樣分享 那有問題的話 可以QA問我 好 Oh 其實我就是有點想要等大家問我 好 因為我就是有點沒有想法的 然後 在UBER實習的經驗的話 就是其實在裡面我主要做的是 幫忙就是 就是司機驗車 然後還有幫他們做資料的整理 跟就是回復刻素性的部分 對 然後 大概就是工作的項目的內容 那我覺得在裡面學習到比較蠻多的是 因為他們裡面的員工都是 就是ABC國外過來的 然後因為他們是美國來的 所以他們出現往來都是用英文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對英文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裡面他們可以教你蠻多的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對車子很沒有研究 但是因為進去裡面其實我覺得 就是對於車款還是車子的性能就是有 蠻多的認識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喜歡車喜歡英文的話 就是蠻適合去那邊的 對 然後我們也會去一些 那個產品的活動推廣 像我這禮拜三 就要跟他們去Dior的發表會就是宣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本身也喜歡一些 這種Fancy的產業的話就蠻適合的 謝謝大家